ok 那么我们刚刚好有这个练习过公仔的练习 所以他这个尺规 这个对称尺规里面的线对称非常的方便 那下面这边都是一些也是都是对称尺规的工具 那我们也来玩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像这个是六点的 这个也是只要你画其中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是六点的 所以像这样子也可以去设计一个类似像图腾的这个图案出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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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我现在加了一些好 类似像就是效果线的东西上去 好 那如果说你怕 比如说你现在后面可能还要再多加很多个物件上去 好 可是你又很怕会去画到 好 刚刚一开始画的这一些物件的话 你可以先用这个魔术棒 好 先点这个就是背景的地方 好 好 这样子你在画的时候就会比较流畅一点 好 也不用担心说会去跌到其他的这个线条 好 所以他这个就可以辅助我们好去设计一些比较偏对称的 好 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物件 他是重复的一些图案啊图腾之类的东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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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要画好其中的一个 好 其实另外的五个 好 因为他是六点的对称嘛 好 好 还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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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这画的过程呢 也可以善加运用旋转画面 然后再点一下 这个就会回复到正常的角度了 所以这个就是六点对称定规 可以画出来的图案 然后再称定规定